赵腾熊交保后手露面 夜市闻抢取狭药 完完全前 就是贝先生和蔡先生 他闻抢取 抢要 绝对没有行费 巴德和一住在B案被告远熊集团总座赵腾熊 上周五以3000万元交保 昨天依规定到派出所发到 他受网时喊冤 说绝对没有行费 因为我不敢得罪贝先生 所以他要钱 只有用我个人的钱 我没办法那时回来收藏 无奈不得已的 我会完完全前 绝对坦白的 完联成像 来向法官做报道 赵腾熊说 他还有一万多名员工要养 不会遣逃出境 中新闻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